第17题,在一个电压为3伏特的电池中,一个电池E等于1.6乘以10的-19次方库轮,通过电池可获得多少胶耳的电能。 我们晓得电位差电压的定义是在单位电量所产生的电能差,也就是V等于Q分之1。 那么这个Q是电量用库轮做单位,这个E是电能用胶耳做单位,而这个V就是电位差电压用伏特做单位。 所以我们也晓得E就会等于QV,题目上已经告诉我,我的一个电子是1.6乘以10的-19次方库轮,而我的电压电位差有3伏特,所以算出来是4.8乘以10的-19次方胶耳,所以我们产生的电能是-4.8乘以10的-19次方胶耳。 第十七里问我们说,一个电子通过电子可获得多少胶耳的电能,我们答案选的是诸4.8乘以10的-19次方。 第十七里问我们说,我们说观点逐渐的电能。 我们说观点逐渐和电能是一个电能的电能。 信息一下。